新北一名老汪呢 在打桌球过程当中为了救球重心不稳 就撞上了梁柱 当场是没了呼吸心跳 索性送阴之后 见回一命 需要手眼协调 反应敏锐的桌球运动 深受许多年长者喜爱 虽然是伤害最低的球类运动 但因为桌球球体小又很轻 攻防转换迅速 不少爱好者为了救球 时常会出现扑倒的动作 新北市就有一名73岁的零星老汪 和三名球友 相约14号下午到板桥运动中心 来个桌球双打 不成真为了救球扑倒 加上灰太大力 整个人重心不稳 撞到一旁的柱子 比且直流当场失去神明迹象 索性送医急救后 恢复呼吸心跳 让球友捏了一把冷汗 实际到现场看 当时老汪打球的位置 旁边就是梁柱 虽然有贴上防撞软垫 但距离实在离得太近了 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撞上 如果没有评估好战术策略 一股脑拼命 就有可能造成运动伤害 但运动场设计不良 恐怕也是发生意外的原因之一 记者红炒船声音 小学妹报道